大家好,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禁聘 一家跨國公司招聘高層管理人員 有三位候選人通過了出事 實力不分上下 面試之後公司的人士 部經理毫不猶豫地選了其中一位 原因很簡單 這三個人之中呢,只有一座進房間的人 看到經理會點頭說早安 然後呢,用雙手平平地撿起地上的名片 看到別人起身置意的時候 離開時又把一次信茶杯主動放入廢物桶 而這兩個人呢,做不到呦 所以這個人就幸運地被獲選了 今天故事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,謝謝